明天我們可以解決每個問題 我們國家面對美國的支持 川普和賀錦麗的支持率不分上下 雙方候選人都卯足全力 做最後衝刺拉票 但也因為民調不到小數點的差距 選後恐怕出現全美的對立 我們剛才有四年 我們不能再有四年 我們的國家會下降 這些年輕人都不明白這件事 兩黨候選人民調僵持 已經有商家用木板封住窗戶 或是把窗戶和入口加強固定 就怕選後發生搶劫暴動 不只民眾就連白宮 國會大廈 賀錦麗官邸等重要建築的周圍 都已經緊急設置圍欄 就是怕發生流血事件 我認為誰勝出會有瘋狂 我認為有瘋狂 我認為有些人會挑戰 美國大選的選舉人團制度 可能導致票數相同 兩人都無法過半 甚至像2016年大選希拉蕊一樣 贏得了普選票卻因選舉制度落選的情形 再度上演 種種不確定性 社會已經出現焦慮和恐懼的情緒 每日郵報也報導 其實在開票之前 已經有不少地方的投票所發生鬥毆 選屋人員都做好應對槍枝襲擊的準備 連華盛頓郵報也說 全美各地都採取大規模維安措施 保護選舉地點 甚至在屋頂部署狙擊手 發放警報器 安排無人機在空中巡邏 監控極端主義專家警告 在雙方候選人激震的情況下 計票過程拖得越久 激進川粉就越容易發動暴力行為 就怕選後有煽動否定選舉結果的團體 屆時美國恐怕大亂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